怎么 你说话 师爷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借何物啊 老人家 大人所借者 乃是您老人家的性命啊 王大人 老人家 我弟离兰州还有多远呢 三日尽刻到达 乃 正上让您在我甘肃充任之前 不知甘肃全省上下 您看着哪个地方 但说无妨 一切却由兄弟我做主 我呀 还就看中王大人 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了 怎么样 王大人做得了主吗 乃乃 您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这几天闲得闷了 又有生事不成 乃大人 您别忘了 这是我甘肃地盘 王大人哪 您也别忘了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儿 可还是皇上的天下 来啊 请皇上密旨 王庆赛 王庆赛接旨 朝令纪云入甘肃境内 便将王庆赛拿下 全力调查歼良舞弊案 如有反抗者当场割杀 怎么样 王庆赛 听清楚了吧 王庆赛 有抗者 阁杀无论 陈村庆 全听纪大人调遣 王庆赛呢 皇上这出苦肉计 可全是为了挽救你安排的 你若全力配合我 我保你一条生路 你若是迷途不返 那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全民纪大人救小人一命 行了 起来吧 谢纪大人 咱们最出戏的方略啊 是 内紧外松 既然到了甘肃境内嘛 王大人的威风该抖 还得抖起来 只是我问你一句话 这甘肃历年兼粮的账目 现在藏在哪里啊 藏在小人别院的后面 此话当真 此等罐头小人不敢说谎 听着 火速开拔 抵达兰州以后 直奔王庆赛别院 走 此顿 不敢说 你不敢说谎 我不要听着 这市区 你不敢说谎 这市区 这市区 不敢说谎 你不敢说谎 你不敢说谎 没能接近呢 不对啊 该不会中了皇上的暗渡陈仓之计吧 大人是说那纪云 我看八成是苦肉计 纪云到甘肃 必有皇上密令 如果是这样 那可就坏了 那王婷子本是没主意的人 眼看着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除非大人亲自赶富兰州 甘肃现在是和珅出师 不过和珅可是爱钱如命啊 大人要是遭到他的养处 何愁不顾此棍 可皇上在杭州不走 你让我怎么离得开呢 是在人为嘛 要是大人家中有什么三枪两短 难道皇上还阻止大人去尽孝吗 你是说 两孝非精子 无独不丈夫 民婷 拜见父亲大人 哎呀 今天怎么有空闲呢 啊 儿子 遇到一桩天大的男士 特计向父亲大人借一件东西 父子之间何以言见 有什么需要 但说无妨 你这是怎么了 堂堂一省的巡抚 怎么做起小女儿姿态来了 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怎么 你说话呀 事业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所借何物啊 老人家 大人所借者 乃是您老人家的性命啊 记得前几日你还说要给家父操办八十大寿 怎么老人说去就去了 这可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 家父福原浅薄 功劳皇上挂念 微臣恳请皇上开恩 准许徽臣护送家父灵舅返回湖南老家 入土为安 不灵尽孝是做儿女的本事 你将印信交给浙江部政使占委处理 尽快去吧 谢皇上恩典 节哀顺便 皇上 说奴才多罪 这王胆旺的父亲死得实在是蹊跷 你不了解此人哪 此人也算作是一个萧雄 困兽犹斗 断然不会这么溜掉的 你马上派人飞鸽传书告诉季晓岚 王胆旺 极有可能前往甘肃让他多加小心 何不让奴才就此结下王胆旺 这样岂不是更干脆 此案久绝未定 朕心里烦躁啊 倒不如将计就计 让王胆旺多蹦的几天 也好一往大进 皇上英明 挪才明白了 你叫人看好了苏清廉 不要让他和王胆旺见面 王胆旺是自寻死路啊 而苏清廉大好的家人 不要被他牵连了 喳